各位好,我们接着来说,纠摩罗石的经书翻译之路,除了新经,还有金刚经, 对人世间影响最大的就是阿弥陀经,阿弥陀经对于净土宗的发展壮大, 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,由于纠摩罗石的翻译,才有了后来阿弥陀经的问世, 有了阿弥陀经的问世,才使得净土一派,由这个原先寄居在禅宗里面,算是一派玉宗吧, 到后来,自己出来闯江湖,收弟子和禅宗啊,是不相伯仲, 禅宗呢,反过头来,要向当年寄居在自己身上的这位小兄弟啊,低头,学习,啊,后来禅敬双修, 一直到,这个清代以后,呃,雍正皇帝之后,净土宗,出现的做大,一同江湖, 在这里呢,我们先挖个坑,啊,关键净土宗的问题啊,太多, 太大,一句话呀,就是净土,不净,这个讲完, 纠摩罗时,翻译的这几部经典,我们在着重,来讲,净土宗,啊, 除了,除了自己,有本事,有文化,有水平, 纠摩罗时的帝子啊,也是人才,辈出,像, 啊,僧赵,僧瑞,道荣,会官,啊,最最牛叉,哈哈,最最有名的,还有,道生大师, 门下弟子啊,就像,孔老夫子一样,有,三千余人, 他们一起,的努力,啊,对于,经卷的,翻译,可以说是准确,无, 既对,当时,经典,有一个,忠诚的,翻译,又对于后世啊,佛教界的影响,可以说是极为的深远, 像,留下的这些,非色一空,非空一色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的明具,可以说,像一盏盏明灯一样, 指挥,和照耀了,佛教界的各宗,各派, 这里面,所说的色, 简单的说啊,就是一切,能够见到,或者,见不到的,事物的现象, 我们一般的俗人,所能看到的,也只是,事物的表象而已, 哪怕你,有着,数十年的修为,哪怕你,这个,感觉好像,啊,有了大的智慧, 啊,悟通,看透了一切,也不过是,看到了,别人,想让你看到,或者说,自己目立范围之内,心智,理解,能力之内,能够看到的距离,而已吧, 这些,我们看到,或者看不到的,这些事物,和现象, 其实都是, 由这个,因缘, 聚合产生, 也就是说,啊, 啊,一个人, 来到这个世界上, 会, 遇到什么样的人, 经历, 什么样的事情, 都是由, 因缘, 聚合, 而生, 而, 不论你这一生, 啊, 有多少的朋友, 啊, 有多少的财富, 有, 多高的名誉, 地位, 其实, 到头来, 都是, 一个字, 哪个字, 空, 空空如也, 赤条条条来, 赤条条去, 人是这样, 万事万物, 啊, 都是这样, 空, 才是事物的本质, 你说,啊, 我虽然, 这个, 是, 赤条条而来, 赤条条而去, 但是, 在我一生当中, 创造了多少的财富, 哈哈, 然后, 为某某某人, 啊, 做了多大的, 好事, 啊, 结下了多少的因缘, 即便, 此生此事, 啊, 是, 空空而去, 那, 涅槃之后, 啊, 佛教的理论, 转生来世之后, 那么, 我是不是, 还有福报呢? 那么, 福报, 这是不是我, 今生今世, 努力的结果呢? 今生的这个空, 是不是, 生出了来世的有呢? 有, 是不是, 从空中, 而生呢? 哈哈, 这句话, 多说两遍, 想必大家就都明白, 即便是来生是有, 到头来啊, 有, 还是会回到空, 空, 空, 才是一切事物的本质, 哪怕是油, 啊, 生生世世的油, 油, 也是从空中而生, 将来, 再轮回到, 空中, 好, 我们今天, 先说到这里, 感谢各位的捧场, 我们下期, 再见, 大家, 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